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小九摄影ECP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来点好玩的 就是我们要外出去拍摄一些视频的镜头 首先呢 我们用固定的机位去拍摄一个画面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智云的云鹤3LUV 然后拍摄一些画面 我们来进行一下对比 看看哪个镜头拍得好 或者说他们之间到底差别大不大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旁边这个在13年的时候也入过镜 然后事隔五年之后 然后还是请他帮我们再耍一次 今天我们俩的任务呢就是 就是来拍一段视频 然后一段视频呢是不用这种稳定器去拍摄 然后另一个我们用稳定器去拍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相比较一下看看视频效果到底有没有差异 我们先拍一段那个固定机位的是吧 以这个镜头为主 OK我们甩一段啊 好灯灯灯灯 我先躲一躲 开始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放错背景音乐了 我们重新来一遍 确实耍的不错 是不是 当然这个比我耍的好 那么一点点有限 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放对了这种动感的音乐 但是整个画面非常的平淡 一点都没有这种武术啊 或者是非常动感 非常炫酷的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用云鹤3Lab来拍摄几段视频 看看效果 我们下灯独发现实际上 这个朋友哦 你们上载点击成 stom 请订阅 我们下载点击成高 这种钮 可以 发现 是 我们下载点击成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才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呢 我会发现我在拍主体的时候 还有一个机位在拍我 大家会发现拍我的这个机位 就是没有用稳定器的 然后镜头很晃 虽然有代入感吧 但是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对比 它在拍我的时候 然后我用我的稳定器 在拍主体的时候 它们两个视频的差异到底有多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云鹤3LAB拍摄的一些画面 我们稍做一下剪辑 配上刚才我们的背景音乐 我们来看一遍 是不是果然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的稳定器拍摄的镜头 有很多的设备是达不到的 比如说手持 或者说视频脚架 或者说滑轨 有很多东西不能代替的 当然我不是说 相价价和滑轨不好 只是它们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效果 是不能代替稳定器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稳定器的话 我们能拍摄出 就像我刚才拍摄的一些效果 当然我们拍摄的时候 不是说故意的要拍出 这种炫酷的效果 而拍出这种效果 好绕嘴啊 对不对 我们是应该根据 你所拍摄的情景 然后配上 你想要的这种拍摄运镜效果 然后体现出 你要表达的画面 就OK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讲究者 E4B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